德贵 德贵市区 终于到 听说德贵这个青春烧烤啊 挺有名 但是啊 现在已经晚上九点半了 已经都关门卖煤了 就看明天早晨十点半开门 咱有没有这口福 能不能等到十点半 这个再一个 德贵的毛蛋呢 非常出名 你看这一趟街两侧呀 全是拍片上全写着 毛蛋烧烤 毛蛋烧烤 咱们应该去尝一尝 来 这么多上谁家呢 走吧 走到哪儿 咱家是啥 特色是毛蛋 特色是毛蛋 毛蛋咋卖了 毛蛋是带的 你再捡一个 半毛两个捡一个 半毛的贵 半毛贵 来一个半毛的 来一个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一个城市啊 有一个城市的特色 打个比方 你像辽宁的星城啊 葡萄岛啊 那边吧 就是海鲜特色 这边就是毛蛋 特色 它这个跟浮云的很像 但是跟它做法不太一样 浮云的是烤出来的 它是用铁板炒出来的 方式不太一样 它这个特别香 再就是没有那种 它那种酱的味道 没有酥辣酱的味道 明显就比它好吃多了 好 鸡蛋黄 挺烂 九个银啊 九个银 九个银我觉得挺合适啊 这都是半毛毛的 它这个分全毛和半毛 我要的是半毛 应该这样的 半毛 嗯 这鸡皮味道确实不错 来 这鸡皮多少钱 两块钱一块 两块啊 看这鸡皮啊 上面刷了一些酱 看它酱啊 挺好吃的 小串 一块钱一串 它这毛蛋比较小啊 不太好找 你看看 这个是毛蛋 这个半毛的嘛 我都不好找啊 这个吃着还行吧 明显上午啊 咱们尝尝 他们这个清蒸烧烤 听说呀 尝尝的都上他们来吃 看看是不是真的 好不好吃 大家上午好 为了吃他们德贵的三分熟肉串 我足足等了一宿 现在的时间呢 是上午的10点10分 说实话呀 我真是第一次这么早吃烧烤 这趟街上有三家 这个清蒸烧烤都非常火 他们呢 是晚上七点多就卖煤了 咱们今天上了这个最后一家吧 这家也是 功能能力烧烤 好吧 这个德贵的特色啊 就是三分熟肉筋 还有铁板锦鱼 铁板驰蛋 德贵的特色 它这个三分熟啊 最大的特点就是 现切现穿的 肉啊非常新鲜 人家那个鱼啊都是先送来的 都是新鲜的先送来的 有一个粉丝啊私信我 他叫安厉海超厉害 他说呀 通过我们的视频 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东北话 借此机会呢 他向他的朋友刘欢言说 希望他早日请我去黑龙江吃饭 他也不请你 我请你 美哥请你来吧 等了一宿的美食终于上来了 得贵的三分熟 这得贵的三分熟啊 我感觉就是省的 上看一看就烤一下 然后这个 这个是牛肉筋 他们一烤之前拿这个肉啊 非常新鲜 烤完之后撒一层辣椒片 还有孜然 看上去就非常香 也是边加热边吃的 这样吃啊 不凉吃得香 首先呢吃到孜然和辣椒的香味 这个辣椒啊 又比普通的辣椒香的很多 上面撒了辣椒 这个肉啊 现在烤这个是正好非常嫩的 不能再放上边烤的 它这个就是原汁原味 牛肉的香味 再加上辣椒片和孜然 这个这个就是三分熟 这串非常小 这辣椒片挺辣的 但是挺香 越吃越甜越想吃 而且它这个三分熟啊 基本上就是生的 生牛肉 它这个三分熟啊 不是腌制的 但是也非常入味 有可能是跟这个串 非常薄有关系 撒料撒上去也非常入味了 看下这个无论是筋啊 还有三分熟啊 确实挺好吃 要比昨天晚上 我吃那个墙子也太多了 墙太多了 最主要看下这个肉啊 食材鲜鲜的 小串不错味道 有机会大家上多位来尝一尝 确实挺好的 一口来撒吧 串太小了 一块钱一块 鲫鱼 鲫鱼 二十五一条 辣椒圈 蒜 香菜 好吃 这个吃好吃这个鱼 首先呢是外焦里嫩 这个鱼肉里边已经非常入味了 如其这个蒜味非常浓 这个不是蒜蓉的味道 这个是单纯的蒜香味 还有这个香菜 提香 别客气了 倒吧 这里面还有姜块 鱼籽 它可能是简单的位置里边有大料 姜块 这条鱼 这条鱼二十五块钱花的值 香 大家的鱼啊值得推荐 这鱼确实不错 大家还有铁板食堂 但是昨天呢我已经拍过了 应该是大同小异都差不多了 所以说我就没吃那样 这鱼肉的确不错啊 一点土腥味都没有 好 走吧 整体来说啊 还是不错的 这鱼 得会到三分熟 烤鱼 还有这个肉筋 再加上食的 确实不错 挺有特色 值得推荐 走吧 咱们去下一站 应该是长春吧 长春吧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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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